最近把這個道德經PO上去 邊寫邊PO啦 因為也實在太多字了 寫很久 有人說有了整篇失焦啊 這就是我的沒辦法解決的事 那你說要不要重寫 這就是我最懶的事情 我有時候寫錯了 寫不好了 我都不想重寫 因為我覺得這個不是在寫一個作品 我都把它當成我靈書的紀錄 有人在講說 那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這麼隨便呢 就幫你的音書紀錄是 破上來呢 我想說總是會有人幫助人 我們一直覺得這現在是一個資訊 資料很發達的時代 我們這裡叫資訊 有人叫數字化 那這個這麼發達的情況下 也許你手中的無用之材 卻可以在人家手上發揮大用 你可能說我靈鐵 我又不是多厲害 你又不是這一方面的專家 你久久才寫這麼一次 以前也沒寫過 那你憑什麼來教我們 這問題就在這邊 所以 靈鐵 也許我不是專家 靈這個字鐵啦 也許有比起某些專研很久的人 我們當然是輸他 但總是一個 對初學者 對一般的人 他應該是有所幫助的 那如果他沒有幫助 他就不要看嘛 這個邏輯很簡單吧 現在問題是很多人會陷在一些邏輯裡面 他說你沒 萬一 萬一那程度很好 你對他沒幫助 你錄這個不是沒用嗎 那程度很好 本來就不會看你的啦 那你幹嘛管他那個族群呢 你要管的族群是需要幫忙的 就好像我們今天在做善事 我們會幫忙誰 幫忙那個需要我們幫忙 可能沒飯吃 可能衣食有缺 你會拿錢去幫助馬雲嗎 不會吧 你拿錢幫助馬雲 你是腦筋壞了嗎 不可能嘛 馬雲需要你幫忙嗎 完全不用嘛 所以你不要說 我不能做善事 萬一我今天幫到馬雲 那整是幫到忙了 你沒有機會去幫到馬雲的 同樣的 我們像我們錄這個 我們也不可能去幫到那個 一級的書法家 為什麼 他每個都寫得很棒 你怎麼幫他 不會啦 所以定位要清楚 所以我說這個定位 就是希望讓有心學書法的人 他可能找不到老師 他可能也沒有地方去學 甚至他的物質精神條 一物質條件都不足 總是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走 而且他不用擺走一趟 因為如果沒有人領進門 我們也是有人領進門啊 而且領了二十幾年 二三十年都有啊 我們也是人家領進門啊 那如果我們可以幫一些人 讓他沒有掛礙的 沒有錯誤的走到書法這個藝術裡面了 那就是一個有利於他人的事 利他啦 那為什麼不做呢 雖然你從頭到尾可能都看不出來 你到底幫助了誰 因為大家都不認識 你也不認識 他也不認識你 那總是會有需要的人得到幫助 那你這件事就該值得做 而且反正像我們這些喜歡書法的人 不是每天都在寫嗎 不是寫完什麼擠缸水啊 寫完擠車子啊 你每天都在寫 你做個善事會怎麼樣 有人就不願意 很奇怪 有人就覺得不願意 我幹嘛給你知道 我幹嘛教你 我幹嘛讓你會 我幹嘛 我都是很多那種疑問句啊 沒有幹嘛啦 你不教了人家也會 也是會啦 厲害的人就是會長大 只是麻煩一點而已 所以當時在錄這個 其實我們並沒有想說要錄到什麼樣子 所以錯了 寫錯字 自然會下面有人說 欸老師你寫錯了 那我就會說 對對對是寫錯了 你不要照著寫就好 他叫我重做 欸我大概不重做了 那會不會有人說 老師那你這樣很明面子喔 你看他寫錯字 你不是很有名嗎 奇怪了 你吃飯的時候 舌頭嘴巴都會咬到舌頭了 吃了一輩子還是咬了很多次 會怎麼樣錯就錯啦 不要把自己當成聖人 很多人就怕人家說你錯 其實我常會錯 我自己寫完以後 啊啊啊啊錯了 啊啊錯了 那你為什麼不弄好一點 我就不想改了嘛 那不是其實就是個性 有些人容忍不下一點點的那個 殘缺或怎麼樣 我是他蠻容忍的 我覺得有殘缺才是人 自然界的東西啊 其實都某種程度有種殘缺啊 生命都有不足之處 沒有必要把藝術說 我一定要把它做到很完美 沒有完美的藝術了 笑死人了 你去看哪個藝術是完美的 沒有一個藝術是完美的 好 好 像 有一個藝術 會 很燙 再看哪一個藝術